第三届旺旺孝亲奖颁奖典礼 十二三日下午在上海神旺酒店 盛大举行 有孝亲奖的一天就有 孝敬腾在这里 谢谢 掌声 刚成为新手人夫的老肖孝敬腾 也以评审团荣誉主席的身份献身 分享自己近日如何敬孝 以及创作音乐的心得 我觉得只要不要给父母亲贴麻烦 这就已经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了 不要让父母亲担心 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父母亲最大的笑 最近的是帮我爸叫大闸蟹 因为第一批的大闸蟹是21号 21号当天晚上 晚上我爸就吃到15只大闸蟹 你看有多及时 发自内心的去创作嘛 然后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 表达自己真正对这世界的热爱跟渴望 我觉得就非常真实 他就可以触动每一个人 爸爸的灵感从哪里来 因为那个小朋友云木珍 他经常运动完 比如踢玩球啊 或者运动完之后会脱衣服 然后他妈妈经常 怕他感冒了冷了 所以经常他们俩经常因为这个事争吵 有一次我觉得刚好有一个灵感 写了这样一首歌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冷 就是他们俩给我的灵感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冷 有一种好是妈妈为你好 有一种疼是妈妈觉得疼 有一种爱你也代替不了 是来自于我爸爸的那辆红色的 一二五摩托车 从小呢我爸爸就骑着摩托车 带着我去乡下看田野 也会去看火车看铁路嘛 然后呢我有很多跟爸爸的回忆片段 其实都是在摩托车上 轮胎一直转动转动就像爸爸的生活 春夏秋冬不停奔走低着头却迎着风 累了可以熄火把钥匙交给我 这飞驰的摩托车 其实我是身为两个孩子的妈 同时也是妈的孩子 所以我更应该履行孝顺的责任 来身体力行 一身作则 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要纪念 我刚就怀念刚失去一年的父亲 然后同时也希望能够及时新校 就母亲还健在嘛 就想说 就更敬一份孝顺 轻轻为你带上 老花眼镜 在安静的岁月交换星期 握紧你双手 走着手掌心 那温度把我们的曾经都唤醒 都唤醒 而在典礼上除了旺旺集团创办人蔡衍宁等重要贵宾 亲临现场之外 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蔡绍中 更代表主办单位赤词 讲述自己的孝顺小故事 传递正能量 很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正能量的培训课程 老师又问了 如果你可以今天就对你的家人好 那你为什么要等到明天 我还记得老师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啊 我就默默地走出教室 去给我爸妈打电话了 那时候我学习到了爱要及时 第二个故事啊 是发生在我们过去筹办孝星奖的会议上 董事长在会议上突然抛出一个问题 他就说 你们知道你们父母都是如何修剪自己的脚指甲吗 我觉得他就是在看着我 在问这个问题的 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其他同仁们 心里是什么想法 我是真的汗颜 那时候突然有一个震撼 对耶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我爸妈 都是如何清理自己 甚至是照顾自己的 那这个震撼对我的启发标语 是 孩子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吗 因为每一个家庭的孝道都是不一样 不能比较的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意识到要孝顺 三不五时反思一下 那我们大家就都会是个赢家 是父母如知己 贴心话 挂耳记 父母愿 当立行 父母义 应劳记 小叮咛 有耐心 如意义 顺其心 能自爱 有理想 出远门 必有方 邀父母 其锻炼 勤照料 宝康健 学心潮 教上网 新鲜事 乐分享 零花钱 表孝心 做家务 发自心 父母呼 不怠慢 亦往昔 多称赞 为父母 庆生辰 爱合影 留念想 伤双 半双亲 度结架 携妻儿 常回家 持关怀 问寒暖 多拥抱 常陪伤 让孝青 成习惯 我爱你 大声讲 外面的世界 纷纷扰扰 请不要担心 你几乖老辈 最爱最爱的宝贝 有一种关心 默默的差异 全心守护你 最爱的宝贝 最爱的宝贝 是一种 最爱的宝贝